今天是2023年2月8号 武汉市人民政府这里 大家都在这里维权 老婆行啊都该醒无醒无了吧 这一步一步的毕竟从河山鱼苗 那个安藏肺 现在又懂我们的医保基金 他要不要白星火啊 你看维文里进车有多少的 维文里进车有多少 武汉市动用了多少金利 看到没有 将军乐业一进水 要为你套战 去行政饭的人可以来站的 去企业饭的人忙什么站头 都是造业的都是中国的 都在造业 中国大妈都造业的 国家把我们的全口来满齐了 你是哪里的 我这边是武汉医保 武汉医保的你好 我这边是觉得您在市长的线 有反映我们这个医保感觉的问题 对 您说的这个问题的话 你说我们这个反省反省的对吧 我跟你说的 是这样的 我们人人做事都是要换过去思考一下 站在国家的角度 我跟市长热线也好 城市留言板也好 我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 也站在我们老百姓的角度 说的话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医保是吧 原来我有每个月反 260块零九毛三分钱 我可以看得起病 我也可以住得起院 为什么呢 那个原来住院的话 走医保保销比例大一些 虽然第一次门槛费是交800块钱 但是他也都是上在总费用里面在 在800块钱之上不够的地方 医保是卡上面有钱可以逮 可以交 然后不够的可以自己掏 对不对 现在这样搞的话 我有一个朋友 昨天刚出了院 总费用是住院是1800多块钱 多少 我没有详细记 然后呢 他总共走统筹报了400多块钱 其余的都是自己掏的 我就准备 因为为什么我要反应这个问题呢 不是我一个人反应 我可以说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跟你说 所有的武汉市的退休的老人 都有意见 为什么呢 第一门诊 你有一个起伏线 起伏线是500 500块钱过完了 然后才开始统筹报销 我的理解可能不知道对不对啊 因为门诊我还没看 是的 好 然后呢 只有最高退休人员是报4000 对不对 要是基础病多的人 看门诊看的多 一年4000块钱不够 但是你又又又反过来想一想 你就是一年之前的话 200块钱 一年到做更高负 那也没有4000块钱 对不对 是没有4000块钱的 但是我 看门诊的几率很小 你们医保局可以看看 我的有多少门诊 对不对 那么来说 你这个4000块钱最高比例 你又不能结余 不能转到下一年 我用不完 比方说像我们的60多岁的人 基本上就不是像年龄更大的人 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们比我们年龄大 他们那个 那个基础病又比较多一些 我们基础病少一些 对不对 我们看门诊的几率比较少 那么我有的时候 我可以不去你们医院 为什么呢 我有那个起伏线的500块钱 我在武汉市 我对证我自己在医院开的药 我可以去买药啊 我为什么要去花那个起伏线呢 对不对 医保应该是越改越好 这一搞的话 我们看不起病 我今天挂了一个中心医院的中心医集合专家门诊 13号的 我就要去看 因为我我要去看病呢 我是每年要看几次病 不是说很多次 那么来说的话呢 我起码我看门诊 我看不了500块钱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有很多药 以前都是在医保范围内的 这个医疗改革一搞 原来医保范围内的药 现在都从医保里面踢出来了 有效的药踢出来了 无效的药都可以走医保 那是不是变成了自费了呢 变相的是自费医疗了 没有医疗了 站在国家的层面来说 算了三年疫情 国家也耗费能力物力资金 也是巨大的 对不对 也很难 但是我们的 我的说法 不管是城市留言板上 还是打的市场热线 我打了两次 那么来说呢 我们可以体谅国家 我们作为一个武汉市的 国家的一个守法公民 你不长也就算了 但是你不能这样搞 你这把我的钱都抢了 一大半跑了 我260块093 我以后只变成83块 是不是抢走了一大半年 每年9月份 他还有一个小幅的地争 你不地争你也可以 这个我们就是守法公民 是吧 体谅国家的难处 你不地争我没有意见 你保持原来的不动 是不是这样 我原来一个月有260多块钱 我今年用不完一千一年的钱 我在我的医保卡上 我明年还可以用 你们那个起子线 那个纸是14000块钱 我要是没用完 他又不能转到明年去 这对我们看病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障碍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我肯定负责任的跟你说 这就变成了什么呢 小病行大病拖 拖是一波是一波 我只能这么想 为什么呢 不敢去看病呢 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呢 不管是医保改革也好 还是任何一个不好的东西 都是面对我们企业退休的老百姓 而且都是低收入能群 那些公务员 事业编制的人 他们的退休费 是我们的双倍啊 有的人是我们的两倍之多啊 他们的医保的钱 也比我们到的多啊 他们这次也没动啊 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看完那病 还可以到单位 再去报个80%到90%啊 我们知道哪去报呢 反应这马上就10号了 这马上就10号 每个月就是10号 到了个医保全 我们很心寒啊 我们不是白白的 拿了这个医保全 不是国家给我们的补贴 这是我们在工作期间 我们劳动所得 是当时交五选一金的时候 按照国家的社评工资 按照我们的工资总额 单位和我们个人 交的这个社保医保 包括公积金五选一金 不是国家给我们的补贴啊 是我们自己的钱啊 我们自己就不能当家做主 哪有这么道理呢 这不是强的逻辑吗 你说是不是的 就按你来说 你在当务工作 是吧 也可能你说 有事业编制 属于公务员 你不受伤 你要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钱 这个契约精神到哪里去了 就像我到保险公司买保险一样的 这五选一金也就是保险了 那个医保四保 那都是保险范围内了 对不对 这个国家84年都有文件了 文件的哪一条 哪一款 我都都有啊 对不对 那那个单方毁约 这是犯法的 不能这样搞啊 我说的不是不讲道理 我们就按国家的政策来 按国家的社保法来 是吧 人社局 都有这些文件啊 不是我一个人 说的这个东西啊 我一个人不可能 推翻国家的政策 你也不能推翻国家的政策 我们都要守法了 守了个合同法了 有契约精神了 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钱 自己不能当家做主 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这不是明抢吗 反正这个问题只要不解决 我肯定还是要继续投诉的 我也不要求你加 对不对 你就按照我们自己 在工作期间 我们单位 也是根据我的劳动啊 我如果没上班 我没有达到国家的社品工资 我的工资总额 我们单位也不可能跟我交往 那这个东西就不存在呀 你说是不是 这个东西改了 对所有的企业 退休人员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完全按我们这个 怎么说呢 说得很通俗啊 中国大妈来说 这就是强大 那没有 不能这么说 那不能这么说 怎么说呢 这不是国家每年补贴给我们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钱 哥哥 但是这个政策资金 肯定是从上来下来的 这不是政策 这是强大 为什么呢 本身医保 社保 是吧 那个人社都 当时我们交五险一金的时候 那个政策我都有啊 那才叫政策 你现在偷然来一个这么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钱啊 就像你的钱一样的 我能够随便动吗 这是谁都不能够配翻政策的 那我就不懂 为什么我们武汉市医保局要这样搞 是不是嫌我们老年人多了 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 要不能拿名枪名刀的搞 那就只能让我们看不起病 脱嘛 脱死一波三一波嘛 我只能这么理解 那不能这么说 那不能这么说呢 你说怎么说呢 那比方你站在我们市民的角度 我们那个企业退休人的角度 你会不会是这样想的 你知道我能够理解你 我现在还在考虑 我挂了13号 早上11点钟的号 我能不能够去 我去了 我掏不掏得起这个钱 那为什么国家的 我们习主席说了的 是吧 社会和谐 公平公正 那公平公正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 他们的五险一金 既不掏钱 享受的待遇 比我们掏钱的人还高呢 你要体现公平公正的话 要动大家一起动啊 怎么了 能还要分三六九等 就像那个安葬费一样的 以前 我们企业退休的 死了二十个月的 那个 那个退休费 他们公务员和事业编制是四十个月 优优独播剧〖